刚刚写的部分在这边 所以其实大概改这些地方 主要是增加一个逻辑判断 我想应该这个还蛮好理解的 那也从这个范例里面可以了解 画回圈跟for回圈之间的使用的时间 时机不太一样 如果是有范围性的 有次数性的 你用for回圈 但是如果没有 你用画回圈 应该可以理解吧 不过我还是有看过有些人 真的蛮厉害的 一个回圈用到底 就是他用画回圈 全部都用画回圈 哪怕是适合用for回圈 他也用画回圈 OK真的耶 我一看下是我自己 我一定把它改写成for回圈 他没有 他好像只会画回圈 真的 所以像这个情况下 他就不会改成像这样子 他会怎么做 OK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一定要 只能用画回圈的话 那你就不能用这个了 所以你怎么 改回圈那一个 用什么 这个地方的话 Ctrl 1 就恢复回原来的话 那底下这个的话 就不是多一个次数了 那这一行也就先触解一下 这个就等于是先保留一下 那主要在哪边动手脚呢 如果你用那个画回圈的话 第一个哦 我们可以用什么 算次数 那怎么算次数 很简单 加一个变数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可以在回圈上面 多增加一个变数名称叫C好了 等于0 等于0的话意思说 他没有猜哦 第0次嘛 那进去就第一次嘛 有没有那什么时候第一次 刚成是跑完之后 所以呢 刚成是跑完的下面这里 有没有 你就 把它加1 怎么加1呢 C等于 C等于 C加1就可以了 那意思就是怎么样 本来是0嘛 那底下的话就是把它 加了1 本来0加1 再存回去嘛 里面就变多少 变1嘛 那也就是这样的 一次 两次 三次呢 对 三次不是跑到这里吧 那三次的话 要做什么 诶 这个底下的话呢 那我就是 把它做一个判断 什么样的判断呢 就是如果说呢 次数已经超过三次的话 那怎么叙述 如果 超过三次的话 这C的吧 大于等于3的话 这个条件为处 冒号 有没有 如果一直加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如果已经第三次了 那你想说 可不可以等于3 可以啦 也是第三次啦 习惯是大于等于3 OK 做什么呢 跟他讲说 你还是答错了 而且只能拆三次 那我顺便告诉你答案好了 那所以 其实为什么保留这一行 因为 做的事情一样 所以我把它拿到这边来 按个Tip OK 下一阶 好 那不过还记得一件事情 什么事呢 因为呢 你不能再跑了 不能再跑就是踩刹车 所以踩刹车 所以我一直强调 后来我 一定要配合brake 如果你不想要让他继续跑的话 你就在 不要跑的那个地方 让他跳离就对了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OK brake 老师如果忘记打brake 然后他跑的时候 就会无限回车 对 他怎么办 就是把他按那个 刚刚你做那个 对 解决就好了 就是如果他一直跑的话 你就看这边 一定是红色的 那你不按下去 他会停下来的 OK 这样的话程式就完成了 OK 应该理论上这样也就没问题了 那我们来试试看 这个逻辑是 想出来 应该蛮直觉的 当然如果你有其他写法没关系 反正 你只要写在对的位置 然后并且做对的事情 程式也可以让得出来 没问题 应该可以懂吧 只是说没关系啊 这个写程式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练习了 好 那直接执行看看好了 OK 那我们语法错误 没有语符 错了 为什么错 因为我刚刚把那个符拿掉了 那这边忘了把什么 L拿掉了 所以他就少了一个F开头 刚刚是加了一个F 执行 好没错 马上 因为我刚刚有偷偷的把答案放这里 所以只能拆三次哦 那随便先输入10 然后再输入11 再输入12 然后有没有 答错了 而且他还会跟你讲这太高还太低 然后呢 答案为什么出现了 那如果说我要确定说一次就答 如果答对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跑 Enter 恭喜答对了 那应该也就没有问题 两个方法都可以啦 那至于说 哪一个方法比较简单 那就自己取舍吧 不过看起来 哪一个人可以这样比一下 那怎么比比较简单 这个是变成说 这个是原来的行数啦 所以他理论上 只有增加这两行 其实这行应该是不算的 这行本来就有了 所以这个把它改 所以理论上 这个上面的部分 只有增加这个地方 两行 那刚刚的方法二的话 增加了几行 增加了 12345 所以比起来的话 好像似乎刚刚的方法 比较精简一点 那可是哪个比较好理解呢 不过你就自己聊 自己试试看吧 反正每个人 我讲过了 每个人对程式理解都不太一样 所以你尽量就找出一个 你觉得最可以接收的方法 然后呢 最不容易写错程式 都是好方法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另外呢 另外呢 其实那个 我底下也有把这个Python 把它改写成VBA的版本 其实VBA也可以照改 没问题 其实说真的 这个Python能做的事情 在那个VBA里面 要做出来 实做出来 其实也倒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所以我要把它稍微改一下 底下的版本 最后如果要把这个Python的逻辑 转变到VBA的话 那大概会有几个地方不太一样的 哪些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就是 这个random的部分 那Python是import一个那个random的模属 然后去取用它的random range的方法 那在VBA里面不太一样 它不是另外 它是用函数的方式 它其中的话 它里面有一个 VBA里面有个函数叫rnd 小瓜糊 这个函数的话呢 基本上它就会乱数取得资料 但是它取得资料 会是在0到0到0.999之间做资料的变化 看一下应该是 我按F1 如果你假设VBA里面 想要查询那个function的相关说明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记得一个关键的key 就是F1 它会自动跳出所有函数的相关说明 比如说这里面它跟你讲 这里面它会给你什么形态 然后的一个乱数值 乱数值的话呢 它会是在哪个之间 它会是在介于0和1之间 可以等于0 但是不会等于1 意思就是说它会是0到小于1 小于1的话就0.999就是接近1的意思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它会每次一直变动这个数字 可是我要怎么样拿它来产生 我要1到20的这个概念 基本上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因为0乘上任何数字都有0嘛 所以最小一定是0 所以我们可以我想到一个方法很简单 就是拿这个值去乘上20 那如果0乘上20的话 反而是0嘛 那0如果乘上1的话是20 可是它只会接近1 所以0.999 所以0.999乘上 这个20的话就是19.9929嘛 那如果我外面假设 把它用int这个函数的话 那就取整数 所以它就会取的是0到19 所以我要把它变成1到20的话 只要做一件事情 后面怎么样 加1啊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加1了 所以以后假设 甚至你可以把它当范本算 加1就是表示从1开始 然后你要乘多少的话 就是到哪个数字结束 这样也可以啦 如果你实在 我刚刚只是讲理论 如果你实在不想要知道太多的话 这个也是一招 然后它得到的就是乱数 所以我这边用R 或者R&D都可以 那再来的话 VPA里面 如果你是用那个 Python是File 那可是 在那个VPA里面 它叫DoFile OK 名称不太一样 那底下一定要配一个loop 有没有 DoFile 这是头 这是尾 那后面的话有一个1啦 1的话实际上 概念跟Python一样 你也可以打True 我讲过啦 你就是偷懒嘛 打1就好了 所以我蛮喜欢用0跟1 取代Pause跟True 这是我个人的习惯 OK 所以 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底下的逻辑都一样 一样是input 一样是比较 如果小于的话 如果大于的话 如果 除此之外的话 有没有 那就 就离开 Is it do 这个就离开这个回圈的意思 那 is it do 的话 就等同是 那个Python 里面的break OK 所以执行的话 大概基本上都跟那个 刚刚看到的 比如说输入10 太低了 低就高一点 然后 再输入15好了 太高了 那应该就只剩下13吧 太高 那就是11或12 12吧 OK 好 恭喜答对 对 好 我乱猜的 那我 表示我可以 去买乐透了 好 好 所以你会发现 做出来的结果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只是说他那个语法 有没有 改动了 所以啊 我建议 如果说你想要一次 一举两得 就是一次学好两个语言的话 那你就把两个之间的差异记下来就好了 那像我们经常是多语言在撰写程式的 那我的习惯 就是以一个语言为主 就记另外一个语言跟这个语言 到底哪里有不一样 可是还是经常会忘记 怎么办 所以我经常会用范本 这个的范本跟那个的范本 比一下 那我以后遇到那个问题 我就把那个范本拿来看 我就知道哪里不一样 该写一下怎么会吧 所以这个也是提供给各位当范本 以后的话如果写过Python 或者书里面有Python的程式 你回去也可以把它改成VBA 如果你改得出来的话 那表示你应该慢慢是学会VBA了 那这样的话等于是一与两次了 你就不用担心说 你只会一种方式解决问题 当然我的建议是说 不管你用哪个工具 反正你多汇集的工具 对你将来再应用 处理那个资料 是绝对都有帮助的 OK 那你要知道哪一种工具的特性 哪一个部分比较强 你用哪个方法 那底下的话还有FOR的部分 那这个的话 差不多了 所以 请各位在自行再看一下 我是把它放在那个 这个云端上面的第二三页 那下一次上课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那个monthc 这个可能会牵涉到有关什么 有关那个 这个所谓的list的部分 串列部分 因为在那个什么呢 Esser里面 是已经有那个表格 已经有清单了 可是呢 在这个叫清单 可是在那个Python里面 没有清单 没有像Esser这种呢 所以怎么办 你可以用这个list 叫串列 那比如说 底下必须要有个清单 那这个清单怎么产生的 其实 在那个Esser里面还蛮贵心 因为你只要 只要有1月 对不对 因为你要把英文变 英文的月份变中文月份 那变成1到12月怎么来的 其实 我只要Python1月的话 向下填满 在那个 Esser里面就自动产生了 我其实是拿这个贴过来而已 拿来改 好了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因为刚刚我们有一次中间没下课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 就 要提前 10分钟下课 那回去的话呢 一样我会把影片 转档放在论坛里面 所以回去细节部分 假如你还是不太清楚的话 可以再看过 尽量 其实还是要多多 花时间去练习 因为真的 练习完之后 你才知道你哪里不知道 不懂 那因为每个地方都是重点 千万记得 每一行城市 只要有不懂的地方 一定要记得 想想看 不然就提出来发问也可以 那今天先到这里